这次大选受挫出现的 连胜文跟吴志阳都没有办法拿下台北市与桃源县 似乎政治世家在这一次的选战中 显然无法发挥影响力 蓝军内部势力重新洗牌 吴敦义 朱立伦的朱吴沛 被视为是2016年的热门人选 但吴敦义说他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很抱歉 我们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 以些为的这个票数来落败 台北选战惨书 桃源也游览转绿 作为连战与吴波崇之子 连胜文与吴志阳双双煞雨而归 政治世家在2014大选兵败如山倒 连胜文总部早上就开始收拾工作 落选尘埃落定 总部人马盲收尾低头不语 国民党严重受挫 政治世家影响力失效 党内势力轮替恐怕即将启动 我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口中说没计划 但深受马主席新任 又具备足够政治精力 副主席吴敦毅备受看好 更加倍打拼 更认真做事 乐度唯一保持蓝天的朱立伦 早已是政坛明日之星 但2014贤胜有所顾忌 无论两人是否成为蓝银主力 但问鼎总统大选已经看见端宁 这台北 这台北